4月12号在绍兴盛州三江派出所门口的一家早餐店内发生了一起盗窃案件 要说这嫌疑人胆够大的 竟然是在警察的眼皮底下作案 结果自然没有好下场 嫌疑人陈某说自己是不小心拿错了手机 可是根据施主提供的店内公共视频显示 陈某显然是趁着施主不注意 悄悄拿走了手机 施主发现手机丢失后立马出门寻找 边找边拨打自己的手机 而陈某面对打来的电话却选择无视 继续埋头吃饭 却不知道电话铃声已经引起了施主的注意 陈某被施主发现后 施主第一时间报了警 民警进一步调查发现 陈某并非第一次盗窃 除了这部手机 今年三月以来 陈某还在超市理发店路边等地 盗窃了不少东西 据陈某交代 他出于他小平的心理 在一个月内除了偷取这一次手机外 还陆续偷取了自行车 凳子等物品 目前陈某因多次盗窃 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记者王延渊 编辑报道